大家好,我是刘红云 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治疗感冒的方法 而且不扎针 因为这一段时间呢,就是 反正我们这块的天气,它是忽冷忽热 热的时候真的特别热,晚上睡觉都在开空调 一说变天,例如说今天早上又特别冷 有时候穿个短袖吧,到这就有点感冒 所以呢,反正我身边的朋友这段时间呢,感冒的特别多 那大家都知道啊,我以前讲感冒,懂事齐学有一组针法 治疗这个感冒效果非常非常好 但是呢,他有的人呢,他就怕针 所以这个真正学习啊,和临床治疗 其实不太一样,临床治疗的时候啊 他一定是综合疗法 那你看有的人呢,就是你扎针很厉害 但是有的人他就是怕针 那像这种情况,你肯定不能再扎针了 那我们就得用一些别的方法 那怎么针对像这种 这个天气忽冷忽热造成的这种感冒呢 就是一直打喷嚏 流鼻涕,鼻塞,头疼 发烧,误寒 像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去解决它 那传统针究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穴位 大家应该都知道 大锥穴 大锥呢,它可以什么 它可以宣发解表散寒清热 所以最简单的治疗感冒的方法 而且非常高效的方法 就是先在大锥进行刺血 大锥穴 第七净椎积出下 先在大锥刺血 那有的同学说这个我也不会刺血 可以最简单的 你看我们一般家里都有那个 我觉得但凡家里有老人的都有那个踩血针 经常要测一测血糖 我们可以稍微在那个大锥穴 你把那个大锥在那块 因为那块肉比较厚 你把它捏起来之后拿那个柴血针 你在这块快速的点刺个三四下 点刺完了之后 然后再剩一个火罐 留罐十分钟 洗罐之后感冒的所有的症状立马就消退了 那如果你说我的火罐我也不会拔 那可以再换个气罐 但是呢 气罐相对来说就没有火罐的效果那么好 所以呢尽量就是那种传统的那个玻璃火罐啊 然后用这种方法是最好的 先刺血刺完了 赶紧拔一个火罐留罐十分钟 就可以快速完结我们的感冒症状 这个方法虽然很简单 但是很实用 如果您身边的朋友啊 也有这种感冒 但是又特别怕扎针的 我们不妨试一下这个方法